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按鈴鐵收割的時候啊 它會有一個磨電位 會有一個磨電位變化的現象 然後磨電位這個詞稍微提一下 所以磨電位是指那個細胞 細胞因為帶電物質的分布狀態啊 通常很容易讓細胞內呢 比較容易呈現複電的狀態 然後細胞外的那個空間呢 常常因為鈉離子的大量堆積 生物對鈉離子的需求量很高 可是鈉離子在生物體內的分布的時候 其實它確實主要是放在那個細胞外的地方 好 那所以 細胞內為什麼通常會比較偏膚電 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所以是因為蛋白體 然後還有像鈉離子這種 所以目前看來 應該是所有的生物細胞都會有這樣的特質 就是因為帶電物質在細胞內外的分布不均勻 然後使得那個細胞外容易偏向正變 然後細胞內容易偏向負變 所以這個現象 如果我們以細胞磨三或是那個空間的界線的話 那這個就是磨電位差 那目前看來應該所有的細胞應該都有磨電位這個現象 然後可是在我們身體裡面呢 有兩種細胞呢 它會刻意去改變磨電位 然後來讓它這個執行它所要做的事情 那一個就是肌肉細胞 肌肉細胞的磨電位變化裡面呢 可以讓肌肉細胞縮短 那當然就牽涉到它內部的這個蛋白質 跟肌肉有關的這個蛋白質的變化 但是這個過程當中呢 磨電位是有發生改變的 那另外一種細胞會發生磨電位改變的呢 是神經元 然後所以神經元這個部分的話呢 如果發生磨電位的改變 那就代表著它現在應該正在傳達訊息 所以所有細胞都有磨電位 那一般性的細胞 如果沒有特別的問題的話 它反而會希望那個磨電位 那個外政內附這個關係 可以達到一個固定狀態 然後可是對於肌肉或神經細胞來說的話呢 它反而是會刻意操作磨電位的變化 然後來讓它做事情 好 那其實這種磨電位的變化 它的單位常常都是有毫少而已 比如說相對來講這個變化其實是很弱 可是我們發現呢就是 你心臟在跳的時候不要忘記了 心臟是會在胸腔 所以呢心臟後來還有一道隔牆 對不對 所以心臟在跳動的時候 就算你這個心肌的收縮過場 產生電位的變化那又怎麼樣 因為你還在隔一個胸腔這叫胸前臂 那你它有一道牆的阻隔 然後所以理論上應該是我們身體內發生的變化 結果後來呢發現心肌心臟在收縮的過程當中 那種引發的磨電位變化 竟然可以投射到我們的皮膚表面 當然這個電的訊號還是很回落 所以你必須要經過那個 欸知不知道有一種東西叫訊號放大 訊號放大 好 經過一個訊號放大的過程 好 那我們就可以用儀器去檢測 OK啊 那用那個儀器記錄下來的 大概就會像這樣一個波形 好 這是一個比較標準化的 然後事實上如果 甚至我們講到那個醫院那個 那個小工具 醫院裡面其實它那個很窄 是這樣密密麻麻的 因為我等一下需要每一個階段去配合那個整個星 我周期當中 這是心上相關的構造的變化 所以我就把整個曲線把它拉得鬆這樣子 然後上次有提到 整個心電圖的幾個比較具有指標性的波峰或波谷 然後我們就按照這個順序 依序 從前面開始是P 然後Q 然後SP 然後如果對照時間的話呢 新國周期總共分成三個階段 然後第一個階段的發生的時間呢 差不多是花了0.1左右 所以我這個時間是不對稱的 因為是要區別那個階段 那第二個階段呢 新式收縮的時間大概是花了0.3秒 然後新旁新式的書帳時間大概是花了0.4秒 所以把這個 相關的這個變化寫進來的話 是嗎 先從基本的這個動作面來說的話 新柏週期第一個階段是新房收縮期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 新房是在收縮 那這個時候 新式一定要舒張 新房收縮 新式如果不舒張的話 寫意送過去 因為新式比較有力 所以絕對不能兩頭同時收縮 然後 所以這個時候呢 如果有寫意從新房流向新式的話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房四半正常 當然應該要開啟 好 進入到第二個階段的時候呢 新式是在收縮的 好 所以這個時候開始呢 才有寫意輸出心臟 所以輸出心臟 其實是整個新柏週期 就有一個0.1秒的延遲 然後接下來才開始進行 新式在開始收縮的時候 新房因為剛剛完成收縮動作 所以換他舒張 好 所以這時候呢 進入新柏週期第二個階段的時候 新房是處於舒張狀態的 好 然後第三個階段的話呢 新式第二階段的時候是在收縮 所以新式比較容易理解 他進入第三階段 收縮動作完了 當然就是換他舒張 所以這個地方特別特別要去記的是 新房這邊的問題 新房進入第三階段之後呢 他是持續舒張 空間不夠 如果你們那麼空間夠 你可以多加那兩個字 所以你看整個新柏週期 一個週期大概是0.8秒左右啊 新房光是舒張 就花了0.7秒 這其實可以歸咎於可能兩個原因 第一個 新房比的肌肉 那個發達程度 真的比新式差 再來 從新房那一邊回收協議顯然的 不是一個很有效率的過程 所以要花更久的這個時間 好 那所以 從這樣的動作面來說的話 接下來 防飾辦這個部分呢 當新式在收縮的時候 很容易引發血液逆流回到新房 對不對 所以 這個時候 防飾辦合理來講 他應該是要關閉的 好 那這樣就阻止血液逆流 對不對 好 那所以接下來 往下延伸一下 所以 新式收縮是為了輸出血液 所以在跟動脈這邊的關係 半月半 他當然應該要是開啟的 好 他再往回補 所以 當新式在舒張的時候 半月半要開 它就完了 如果你新式在舒張 然後動脈那邊呢 在上一次的週期裡面 他已經先拿到血液了 對不對? 所以 這個時候的壓力呢 會變成是動脈那一頭的壓力 比新式這邊的壓力高 所以 是不是有血液逆流的風險 所以 這個按照壓力的關係來看的話 動脈那一頭的血液 有可能會衝回來 戒有可能會衝回來 那個時候的半月半 就應該是處於 關閉的狀態 好 所以接下來 就是這個地方 這邊的話呢 你看喔 新在舒張 新式也在舒張 所以房四半跟半月半 那怎麼開 它怎麼關 先看半月半 因為半月半其實最好理解 只要新式在舒張 半月半一定要關 沒錯吧 新式在舒張 半月半不關 那血液就衝回來了 所以半月半比較容易理解 半月半這個時候 在新式舒張的時候 它是關閉 好 所以現在最麻煩來了 那現在 新房 新式都在舒張 所以這樣房四半到底要開 還是什麼 如果是第一階段沒有問題啦 因為新房在收縮 對不對 血液被加壓 新式在擴張 所以新式那一頭的壓力比較低 對不對 所以順著這個壓力 剛好上面高下面低 門打開合理 對不對 現在是兩個都在舒張 所以這個地方到底要打開還是什麼 開算 結果是開 所以把它兩個字加進去 你就會發現 對新房來說 它早在整個週期 如果用這個時間點是第0秒 好 然後經過的第0.1秒 新房完成了收縮 然後接下來呢 新房花了0.3秒在舒張 對不對 所以那0.3秒的過程當中 新房那邊也沒有從境外收集協議 有沒有 有沒有 好 那到了第0.4秒的時候 新式才開始舒張 所以新式在第0.4秒才開始 那個什麼 它收縮完 所以它開始舒張 所以那個時間點當它舒張的那個瞬間 它裡面一開始是空的 對不對 然後可是 在新式開始舒張的時候 新房已經花了0.3秒的時間收集協議 所以剛到整個時間點 進到第0.4秒之後的那一瞬間 新房手上是有協議的 新式是剛剛收縮完 準備開始擴張 所以那個瞬間 新式裡面是沒有協議的 所以這樣的話 上對下的關係 壓力誰高誰低 新房已經收集了0.3秒的協議 不管多少 起碼比那個新式剛剛收縮完 準備開始擴張 那這個時候新式內的壓力應該相對是比較低 所以既然上方的壓力應該比較高 新式這頭的壓力應該比較低 那順著這個壓力的關係 房四半當然是可以開啟 所以這樣的情況 就可以再說明一件事情 你看喔 如果整個新房週期當中 利用房四半開啟 假設只有這0.1秒的話 對不對 整個週期總共0.8秒 結果呢 新房把協議給新式 竟然是需要花0.1秒 這樣很奇怪 但事實上當然就不是只有這0.1秒 只要是壓力是上高下 以新房高 新式低的時候 其實協議都可以從新房送到新式 所以總共 新房協議可以送到新式的總共的時間 除了新柏週期的第一個階段之外 還要再加上後面 當新房在持續書章 新式開始書章 這個第三階段還有0.4秒 所以其實是有0.5秒的時間 新房協議有機會流向前置 所以這個地方 在蓋比較容易出錯的都是在這裡 兩個都在書章 可是意義不同 一個是早就已經書章0.3秒 一個是才正要開始書章 所以這意義上是有點不一樣的 好 然後接下來上次有提到就是說 門從打開到關閉會有聲音 對不對 所以門從打開到關閉 所以整個從新柏週期開始之後 只有兩個門 直接跟新上有關的 就是仿式班跟班 那門從開啟到關閉 對不對 所以從開啟到關閉 這是整個新柏週期當中 第一次有發出聲音的機會 對不對 那從關閉到開啟 開門沒聲音 開門的話 沒有很明顯的這個聲音 應該這樣講 但關門的聲音會比較強烈一點 所以第一次的新音是誰發出的 第一新音 它是由房伺範關閉所發出的 那房伺範的格局 大小比較大 所以通常這個門瞬間關閉的時候 這個聲音的音量會比較低層 它門比較大片 所以相對這個聲音會拖得比較長一點點 而是這你要聽很熟人 你才會聽便便的出來 然後所以在第二次 一樣有門從開啟到關閉 開啟到關閉 兩些這個時候呢 進入第三階段的時候 新柏週期產生第二新音 誰造成的 範圍版造成的 那範圍版 比較小片 然後呢 所以它的關閉的聲音會比較清脆 短一點 但是音調會高一點 好 所以如果在對道上去的時候呢 剛剛講 因為心電圖其實這幾個波風波谷很密集 我們是刻意把它拉開之後呢 再從時間的格局去對照之後呢 大約可以推論的出來 欸 原來那個批波產生的時間範圍裡面 恰好是心房心室的動作的時間 然後接下來進入到第二階段的時候呢 當心室在收縮的時候 因為心室的肌肉比較大大 所以看起來這麼劇烈的電位變化 應該是心室的肌肉所造成的 對啊 然後接下來第三個階段的時候呢 兩個都在收縮 那這個波形到底誰造成的 目前來看的話 如果一比對 心房比較多 心室比較厚 對不對 所以你看 即使是這樣子 很有可能心室在收縮的時候 還是會引起這個比較明顯的電位變化 那一般來說 這些波形啊 其實有幾個比較重要的參考資料 這個跟你的心臟健康與否 有一點相關性 所以只是你如果下次去啊 有機會剛好不小心電子裡貼對的話 你有看到這個波形 你也可以自己去判斷一下 比如說通常這座山投票比前面這座山投票高 然後比如說通常Q跟S的話 就是你最好期待它稍微留一點深度 因為如果它太淺的話 你的心臟可能是沒力沒力的 OK齁 那心電圖其實很複雜 因為我曾經想要試著去瞭解一下 結果看到那心電圖就這麼厚 這麼厚一本 然後裡面全部都是圖 然後可以跟你講說什麼樣的症狀 然後它的圖形是怎樣的 有機會去判一下 醫學院的書 看到不用實驗 就投降了 所以醫學院不是人典 這邊 大概就是一般心博中期裡面的話 比較重要的 然後有一個東西有沒有寫進來 這個地方有沒有辦法去推論說 如果現在那個心外血液有沒有正在回心臟 或者是血液有沒有離開心臟 進入動漫 所以如果再把血管抓進來的話 就有很多配合的分考 而且一般最簡單 其實動漫有沒有血液看誰 動漫有沒有血液就看心事 對不對 那心外血液有沒有留回來 看誰 你去看整個心臟整體性有沒有在疏張 如果他有一個疏張 境外血液就可以回來 所以你看喔 心房在疏張的時候 這個時候可以收集血液 對不對 然後呢 兩個一起疏張的時候呢 還是可以繼續回收血液 所以整個心臟從外面 從境外這邊回收血液的時間 總共就畫了0.7 好 看一下 要不要多點 然後 要不要看這個 立起來2.0 那一個那個中間那個運畫 他有幫你把那個 從豆黃節 因為新柏周期 引發新柏周期的訊號的發生點 是在豆黃節 也就是節率點 因為他會規律性的發出群集 然後豆黃節的訊息出去之後呢 主要是引起心房周邊的稀有收縮 然後很快的這個訊號會到達哪裡 因為沒多久 大概只要0.1秒 所以很快他就到達 防釋節 那到達防釋節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因為那個訊號已經傳過一段路了 然後所以他的訊號會變弱 所以等到防釋節感受到豆黃節送來的訊息的時候呢 他會把這個訊號強化過 而且呢 在利用跟防釋節連接的 沿著心臟正中間內道牆壁的防釋數 跟往心臟外圍延伸出去的國進絲纖維 然後儘速的讓心室周圍的肌肉 充分感受到現在該收縮了 所以這個訊號我會再延續下去 到達防釋數 國進絲纖維 那其實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特化的心臟 所以一般我們講說 你如果現在是要談說 心臟那個收縮、放鬆、這個稀薄的動作 到底是誰引起的 嚴格來說 應該是算心臟自己本身 到時候我們解剖青蛙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如果你在 好 之後第一時間 直接先把心臟剪下來 然後放在旁邊 如果你手腳夠力弱的話 整個所有內臟全部掏空完成的時候 那個心臟應該還在跳 30分鐘 我曾經試過這樣一個小時 心臟還會再繼續跳 那所以 你既然都已經把心臟剪下來了 那它跟神經關係的連結 應該已經被你剪斷了 對不對 所以心臟還在有收縮的動作 所以請問心脖是誰造成的 看起來應該是心臟自己在出當的 可是問題是 因為循環系統 它又影響到那個消化呼吸排泄 對不對 內分泌等等 所以循環系統的流動的效率 是需要去調節的 好 所以那個調節的對象 時間針對起來比較快 心臟 所以我們可以加快心脖頻率 或者是增加心脖收縮的力道 你看這些都可以加速血液循環 所以心脖是可以調節的 可是心脖的那個收縮放鬆這個基本動作 那個造發的點是那個鬥環系 但如果你要調節它變快或變慢 那這個時候可以透過誰 比如說那個 內分泌 對不對 應該都知道有一種強行針 電影看過沒有 就一根針那麼粗 那麼長 然後直接往心脏針那麼粗下去 那盧比的勇氣 就是打一下那個腎臟牽術 強化一下心跳這樣子 OK 好 所以內分泌可以影響 然後呢 有一個神經系統的部分我們還沒有講過 因為高爾夫談那個環節就是自律神經 所以自律神經可以影響心脏 然後激素也可以影響心脏 OK 所以這個就是被影響的地方 所以我們透過鬥環節可以影響心脏頻率 心脏的收縮的力道 但是基本動作 這三個階段的基本動作 這基本上是由心脏自己在主導的 OK 好 這邊 C啦 第一頁是怎麼 好 所以這一張圖 下一頁的這張圖就麻煩你特別去留意一下 這是考試 這是 跟這個是相同概念 這是 另外考試裡面還蠻喜歡考這個 另外喜歡考的是血壓 那那個血壓的變化我們後面再來看 血壓變化的話就是你用推敲的方式 如果那個心 比如說心室正在收縮的時候 你去想像那個收縮的瞬間 它就會血液開始加壓 你不加壓怎麼可能會把血液推出去 對不對 然後動脈呢 假設它本來的那個管閉肌肉呢 是屬於放鬆狀態 突然間呢 一個大量的血液湧入的情況之下 這時候它就會被迫破產 對不對 所以你想為什麼動脈被撐大 它一定是它內部的壓力增強 所以一般來說這個應該也讀不出來是特別難 就是從這些動作裡面大概都可以延伸出去 因為沒辦法每個細節都不夠講到 好 下一個是什麼 翻頁 好 所以你們國中都繞過 好 這張圖不要小看 因為其實最常考的題目是什麼 什麼你吃了食物 然後呢 這個食物開始走什麼樣的路徑 然後可以收到哪個地方 給某個部位的細胞去利用 對不對 打針 對不對 如果你打手臂這個地方 跟打屁股這個地方 那那個藥到底怎麼走的 有沒有 所以整個心弗中什麼 循環 雙循環的路線裡面 好呀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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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循環有兩個重要的目標 一個是那個對 然後另外一個是一般的體細胞 肺以外其他一般的體細胞 包括它部分的肌肉其他的內臟等等 包括神經器 所以因為肺的關係 看起來應該是呼吸器官的關係 才需要額外有一個小的路徑 所以我們先把這個小的路徑把它解決 就是我們要送給肺的 透過肺去處理的 是減氧血 減氧血的起點在哪裡 從右心室出去 這邊可以 所以送減氧血過去完成 二氧化它的排除 然後拿到氧血 所以等到肺帶回來的時候 它已經是充氧血 可是回來的時候是回到哪裡 所以等到它從肺回來的時候 它已經是充氧血 可是回來的時候是回到哪裡 回到佛心房 所以這個是肺心房 所以你看那張圖的路線 這個時候血液已經變成是 涼氣濃度改善 二氧化碳濃度降低的充氧血 好 心臟內通常是同側心房流向心室 所以左心房血液是進入左心室 對不對 好 所以到時候 左心室再把這些充氧血送去給 從主動賣出來 然後就越分越細 越分越細 然後送給肺以外其他部位的細胞去利用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當然仍然是充氧血 好 所以等到一般的組織細胞利用完之後 它又變成減氧血 所以減氧血之後誰回收 減氧血之後就由右心房回收 這時候手上下腔 靜慢 性質已經變成是 減氧血 OK 這樣循環就搞定 回到 右心房之後 右心房血液進入右心室 所以這個打針的問題來繞一下好了 如果你現在 有一個藥劑是從手臂這邊打進去 OK 接下來這麼好 我們應該考古籍 將來應該都會做過像這樣子的 所以打下去怎麼好 假設你打的這個藥 我們更明確一點好了 這個藥主要是針對治療你的腦神經衰弱 然後 這個早餐上一期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好 所以從這邊打進去 希望它作用在這個地方 所以它總共需要走哪些路線 所以這邊打下去之後 第一個問題 好 這應該是我們一般整體的構造 對不對 那一般打通常都是靜脈注射 有沒有人不知道這個概念 好 所以搞不好你的起點都有問題 所以一般我們都是靜脈注射 所以打下去之後呢 它如果走靜脈 馬上就遇到一個問題了 那這時候是上腔還是下腔 手 心臟在這裡 這樣很好猜吧 對不對 所以走上腔 OK 回到心臟 OK 那這個只是上下回來的問題 對不對 回來之後一定是在右心房 緊接著呢 那當然要先到右心室 因為在心臟內嘛 對不對 回到心臟時候是右心房先到右心室 然後它得先去肺循環中 走一圈回來 所以這時候肺動脈背了微血管 然後微血管如果不討虐的話 就直接講肺 然後肺心臟 回到左心房之後呢 對不對 這時候才準備開始下一次的循環的開始 從業的左心室送出去 對不對 所以左心室送出去之後呢 恩 因為是要送到這個地方 那主動脈是這樣子 主動脈我們那時候講心臟的時候有提到 主動脈很有特色 它第一時間出去的時候 就到一個很大的幅度 這個打轉彎呢叫做主動脈弓 我們還會用到這個名詞 所以順便講一下 那主動脈弓 因為為什麼要這樣子轉彎 這表示這個管線呢 主要是提供我們的軀幹跟兩條腿 因為這個比例佔的比較重 對不對 那你兩隻手跟頭 相對比例佔的比較輕一點 好 那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只要再去適當的 形成一些小分枝 送到手 好 送到手送到頭 對不對 所以才會在這地方 有沒有 你的喉頭的兩側這邊 輕輕按壓 應該就可以摸到頸重脈了 有沒有摸不到 不要摸太用力 以前有一個 有一個很扯的案例 以前有一個醫生在分享說 那個中風的發生原因 通常就是那個血脂濃度高 長年累積對不對 然後那個血管裡面呢 就它一樣的脂質的層積 管壁變窄 管壁彈性變差 對不對 這我們也可以接受 所以通常那個高血壓引發 重風之類的問題通常是什麼 比如說突然間那個 變成超級賽亞人的時候 血壓升高 然後突然間血管泡掉這樣子 一般是這樣子 然後有一次 有一個醫生在那個 那個 演講分享的時候 他說他遇過一個案例 就是這樣子 另外兩萬一國 然後我們就量這裡就好了 這是純粹在教學上 他有體驗一下 他沒事去量這裡賣 終於終於 中風 這樣子 對 就是去抖一抖 那根頸動脈 然後竟然因為這樣子中風 那根據諸多的跡象顯示 應該是 因為這個動脈啊 又很倒楣 那是小型的 那可是他又離心上很近 好不好 那這個人應該是已經那個 鞋子 高鞋子應該很嚴重一段時間了 所以他那個管壁上啊 你就想有很多沉澱物 不小心抖一抖之後 把那個管壁的沉澱物抖掉了 然後抖掉了之後 請問血液現在是往哪個方向流 往上流 往上流 往後是遇到更窄的管子 所以就塞在某一個地方 一時之間壓力又太高 所以呢 最後在那個 腦部這個地方的血管爆掉這樣子 重 抖一下 好 對 這個他 來 那邊是會緊張血液 什麼都能發現 用最快的時間發獎一分吧 好嗎 好 這個有沒有什麼問題 全部全部 還想忍住 那邊都想要不要 την居民視器 我真的想要對 有什麼問題 那邊都想要讓他 那邊都想要 每個地方都想要 看著 是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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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